设计师将城隍庙的美丽图腾运用在服装上 还有虎爷纪念T恤 中西河壁的设计让民俗文化也可以很时尚 2023大道城秋货季集结大道城布业 服装设计 制衣职人等服饰产业链 邀请在地服装品牌 透过大道城时光秀展现永续新时尚的精神 今年会非常特别的是说 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议员在讲到说 就是台北时光之后 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其实一直都在谈论的就是 关于永续环境友善环境的这个议题 那我自己的品牌 其实在过去一直都非常强调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唯有让环境更加的美好一件事情 那大家才有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们这次呢 非常的高兴是说我们有机会跟 崇旺庙做那个文化跟时尚的 这样子的跨界的一场 就是中西河壁的一次秀场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素材上 其实使用了非常多的永续环保的素材 比如说像宝特林回收再造的素材 以及就是咖啡沙或者是可以再制造回收的一些素材的布料 来做延伸这样子 所以像我们今年就是说我们在做跨界的时候 我们就把就是我们城隍老爷城庙的mark logo 能够放在我们的服装上面 然后呢透过一种就是堆叠的方式来展现 然后也将这种就是中西河壁的雕花 或者庙宇的雕花的一些花朵呢 融入在其中这样子 我们城隍记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是完全没有靠公部门的一帽钱补助 都是靠我们自己的群策群力 像早期的设计师像范大哥 还有之前的朱大哥 都是我们的苦主 为什么 他们在我们协会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就跳出来帮协会去支撑我们这个秋河记 一直到后来我们陆续有拿到 就是这个城隍庙这边还有这个莲华食品 这个一个是我们在地很重要的一个上市企业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地的精神的这个支柱 有他们的肯定 其实我们是战战兢兢一定要做得更好 所以这几年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主题呢 跟我们这个整个世界的驱动脉动 就像刚刚议员提到的 我们其实大道城就是一个非常有世界潮流关的一个 一个所在地 它虽然只是一个地方 但是它非常国际化 所以我们这几年讲的都是什么 都是永续 都是HDGS的概念 记者会中台北峡海城隍庙管理人陈文文 更捧着雷祖娘娘审向现身 希望保佑设计师 工艺师 布业越显蓬勃 市议员严若芳则身穿在大道城制作的活动背心 用行动力挺在地服装产业 腰科师就像我们驱的那个设计师 我自己去抹抹抹 但是这个精神不太简单 所以人们说 那个面有吗 开那个面 有那个神韵吗 刚刚我被发装过 就有神韵 那你驱有吗 有 有 不得漂亮就对了 所以我就觉得 哇好难得 这几次我就觉得不太简单 事业的神 当然是每个人都爱猜 我们刚才说没有猜 所以你如果做补的 做生的 做设计的 做物料的 你都可以来拜 让我们的冬天更加好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豐富 不是只想这个而已 还可以想很多 你看这条手机怎么不一样呢 看一下我身上这一件 其实就是在永乐市场 在我们大厨店在那里做的 特别定制 所以我去到哪都穿着这件 它其实有结合了 传统的客家的花色 那但是做成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穿西装饰 所以跟设计师讲说 可不可以帮我制造成一个 设计成一个西装饰的一个背心 那为什么我会要推认 因为其实大稻层 从以前古时候 历史文化到现在 它都是早期的 最时尚的地方 最创新的地方 因为所有最先进的科技的东西 产品啊 洋服啊 或者是比较先进 时尚潮流的东西 都是最先出现在我们的大稻层 2023大稻层秋货季 11月10号到11月12号登场 活动期间 由永乐商圈发展协会主办的 漫步老城市集 11月11、12号两天 则是由大稻层光秀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一起回到未来 感受大稻层的时尚魅力 由长者与学生共组的 阿卡贝拉轻盈合唱团 演唱动人的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 以及道香 悠扬的歌声充满整个空间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与大同大学合作 开设地区关怀与生命实践课程 透过共组合唱团促进轻盈交流 我觉得很棒 因为我看到年轻人 他们充满了活力 这个是我没有的 那他们跟他们接触以后 产生了我的动力 那我有一点期待就是 这个能够延续 这个活动能够继续的延续 然后融入我们的社区 变年轻了 而且在沟通方面 我也觉得我们彼此会有一些协调 会从兴趣方面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 那培养了共同的话题 这个话题很重要 彼此的交谈 还有我们也做肢体的互动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他们的学习精神 很值得我们效仿 因为就是唱歌这种东西 有些人会觉得自己唱得不好听 就不敢唱 可是就是大哥大姐 他们就是老师说什么就唱 然后就算唱不好 他们还是会努力的去学 就是不会害怕这样 对对 所以我觉得有他们 反而我们学的会比较快 第一堂课的时候 有一起互动 就是互相讲 对方做过最勇敢的事情 然后就稍微沟通一下 稍微聊天 很好玩 然后跟大哥大姐一起上课 我觉得很开心 这些年轻人比我儿子 我有两个儿子 他们比我儿子都还小很多 跟他们比起来 可能都还差个十几岁 不过我觉得 他们算是相当相当不错 他们基本上 我在很多地方 不是说很多地方 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 不喜欢跟老人家相处的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情况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是非常友善 可以说用英文来讲 就是very friendly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蛮好的 阿卡贝拉是以无伴奏的方式进行合唱 在没有乐器的伴奏下 团员必须打开耳朵 聆听彼此的声音 在不断的练习下 让歌唱跨越年龄 展现丰富美声 因为原本会觉得是说 大家可能会有 可能节奏上会比较跟不上 问题 可是其实发现 其实跟比较年长的 讲博一起唱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棒的事 他们会蛮 回家会蛮愿意练习 就是每次来的时候 会听得到说 下次节奏上又有进步 然后每次跟得上都会跟得上 就是听感上是会觉得 其实乐唱有越来越好 然后其实在 就跟阿卡贝拉一样 就是在练习唱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每一个声部 共同之间的协调性 那彼此有没有打开耳朵 去听彼此声部之间的平衡 那大家彼此在唱主唱的时候 每个人听感上是有出来的 所以其实在一个 我要换你唱主唱 OK然后现在又换我唱 Baking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是互相配合 跟合作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NEO本身也是做节奏 所以在打节奏的时候 这个合作的过程中 我自己本身也会很有感 就是其实在协调性上 跟一起在做这件事情上 他们其实不会到说 会比较缓慢的开始 反而是他们会透过 更多的练习来让 就是虽然年龄层会比较广泛 但是合作起来上 其实是舒服的 其实我觉得唱歌是 对人来说是 最轻便的一个乐器 然后不论年纪男女老少 大家都是只要 只要有办法发出声音 他都可以唱歌 那阿卡贝拉相对 有点难但又比较简单 就是他是一群人 可以聚在一起合唱 那我觉得对于长辈来说 会是一个蛮难得的体验 可以这么多人同时一起唱歌 然后去挑战唱不同的声部 包括我觉得 其实对有一定年纪的人来说 唱歌是一件体力活 那他们可以透过这些歌唱的训练 包括我们有做一些发声呼吸 然后都去让自己的身体 可以更加的去收支 每一块肌肉部分的运用 我觉得其实算是一种运动 我一开始很担心 然后会觉得 大家好像很需要帮忙 但我大概到第二堂 第三堂的时候发现 我如果把他们打散 因为一开始就是你知道 大家刚认识会有点陌生不熟 那长辈都是自己做一圈圈 然后同学们自己做一圈圈 但我发现当我把他们放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竟然自主地开始互相帮忙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 希望用歌唱的方式 帮助长者训练记忆力 强化肺部功能 并且延缓失能的发声 112年9到11月 大同区域健康服务中心 与大同大学台北互利健康大学 共同办理了Aucabella 亲吟合唱团 提供更多的社交活动与学习的机会 帮助长者保持社交联系与参与感 增加身体的活动量 和认知刺激 运用歌唱的方式 帮助长者记忆力训练 口腔吞咽功能训练 强化肺部功能 达到延缓老化及预防失能的目的 在学生的部分 提升对老化的认知 与促进正向对待长者的态度 反转年轻时代 对长者的刻板印象 建立关怀的能力 以及涵养服务医院 透过亲吟合唱 不仅打破年龄的隔阂 增进长者与年轻人的互动 也用歌声丰富彼此的生活 细腻的工笔 将孔雀及各类青鸟的羽毛 描绘得斑斓绚丽 而人物化则是展现出古典侍女 后宫嘉丽的柔美姿态 还有歌仔戏的圣诞角色 在她笔下也都栩栩如生 让人感受到陈丽雪 对自然生态及人文情怀的深刻领悟 我们台湾的特有鸟类 真情义类 像地质 南富贤 还有环景志等等 他们都是很稀有的 但是在深山才看得到 所以我也利用画作 来表达对台湾这个土地 对这些真情义寿的推广 也是说把他们的美呈现出来 那人物化部分 因为我从小喜欢看歌仔戏 所以我也画了歌仔戏的人物 那画我所爱是我最主要的作画的理念 所以我也画我的爱孙 我五个孙子都在我的画作里面 同时又反骨画 那欢迎大家对书画有兴趣的朋友们能够立临 陈丽雪从事工笔书画创作超过五十年 今年适逢七十大寿 特别举办书画各展 家庭的互动 孙辈的互动 也看得见他的家 养一些动物或什么 我觉得他的绘画就是他的生活 然后他喜欢歌仔戏 所以他也把歌仔戏画进去 所以绘画来说对他来说应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很辛苦的画工笔画 但是却乐在其中 人家说以文会有 我们是以画会有 以书法会有 那就认识了很多的义文界的朋友 我们除了在国内展出 也经常到大陆去交流 我们的作品跟大陆的还是有一些区别 书法的内容 书法的方法 写作的技巧都不一样 那就是大家借这个书画来做交流 如墨传星2023陈丽雪书画各展 即日起到11月26号 在国父纪念馆三楼一仙一郎展出 欢迎对书画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 感受公笔书画细腻雅致的美感 姚姨深姿的花海 浪漫多彩的花墙 还有令人惊叹的大力局 2023士林官体局展热闹登场 总共有20万盆菊花布置成13个展区 以艺术融入园艺的手法 将各展区变成艺术画作 让民众自身绝美花海布景感受花的美好 我是从新加坡来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你们这边的菊花展 好漂亮好漂亮 所以我是第一次来观赏这些很美丽的花 这边很免费 还只要那个花很美 最美的是那个有一个情 不素情的那边 拍照很漂亮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叫菊艺生活 是希望将菊花栽培的艺术 然后融入设计 然后融入我们的民众的生活里面 然后我们今年的特别之处呢 是有邀请到我们的竹编艺术家 撒布老师 还有林静格老师 然后一起在我们的展区内 然后布置很多像是我们的水流专制艺术 以及会看到一些瓢虫啊 昆虫啊 就是我们民众生活上都看得到的一些 小设计 昆虫设计 然后融入我们的展区中 今年的大力菊一样就是有13株 可以在我们展区内可以发现 然后今年我们还有特别将大力菊 做成金字塔形的 然后以及我们今年的菊花 还有特别引进 就是像荷兰的国外的新品种 以及还有今年特别与台湾 有推出台湾自己种的培育的 台中改良场的那个菊花种类 是叫台中一号 入口处以植生墙及绿雕 呼应主题菊艺生活 带领民众走入菊花博览会 展区中还有以漂流木及竹子 打造的新地景水流装置艺术 将自然媒材与花艺交织出动人美景 这次作品名称叫水流 那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作品 让游客来这里可以享受这个空间 那也借由这样的作品来认识水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水资源这一块 那借由这样的环境 能够更贴近人跟自然环境的一个一件作品 竹子它就本身就是一条一条的 我觉得它可以去呈现这种水流的异象 然后漂流木它其实就是从西里面 然后漂到海岸 那我觉得这种素材 我觉得它是回收 然后又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 今年举展更与日本栗坚菊花节交流布展 在园区内布置台日友好栗坚菊花节展区 赴科象征性的鸟居 狐狸面具 科三等装置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也与远道而来的日本辞城县 栗坚市山口申诉市长 共同签署台北市与栗坚市交流协定 为两市未来的交流奠定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集展当然这个今天开幕 最主要的主题我们有意识 有自然 有文化 总共有13个特展区 今天我们立坚市也来参理 我刚才跟市长报告 他们去年办了集展 他们的集展已经办了百年 我说这可以趁这一次的机会 大家来做一个交流 互相来学习 我刚才跟市长报告 因为立坚市的春天 开满了整个杜菊花 我也告诉他台北市的四花 就是杜菊花 所以今天也最用这一个集展 我们要跟立坚市来签MOU 希望我们两市往后 不管对于文化 包括观光 物产 尤其集展 发展 所有的教育都可以做交流 先ほど李副市長からもありましたように 笠間も筒字と菊のお祭りを行っております 台北市も筒字と菊のお祭りを行っておりまして 共通する部分があります そしてですね 協定を結ぶ中で これから いろいろな交流を さらに深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花映台北亚洲花展 2023士林官邸局展 从即日起展出至12月10日 展期总共17天 欢迎民众前来欣赏感受局展的独特魅力 由二胡西琴演奏的双斜奏曲二弦 与台韩两国国乐团合奏出震撼人心的乐曲 2018年起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国乐团 携手韩国国立国乐院 搭起两地的音乐桥梁 本次韩国音乐风情 是台韩音乐交流合作 長达6年NOU的最后演出 透过双方演奏家的交流演出 展开跨文化的对话 这次我们推出的是 台湾国乐团推出的是管制 然后呢 这个胡琴跟打吉的乐 那么呢 相对这三种乐器 韩国呢 是叫碧莉 然后呢 一个呢 就叫西琴 一个叫四五 那在乐器上 他们的都比较细跟小 那我们的会比较 管子会比较粗一点 跟比较长一点 但是也因为这个乐器的构造不同呢 他们虽然都属于传统乐 而且奏出的乐器的音响也好 旋律也好 高低音的幅度也好 其实都有点不同 那也因为这种不同 和平起来的街上 都会更有居然团iği 我觉得那个里面和这么荣 aşk的拥 setzen 一架运点ashesç的交流 傳統戲曲上更深化的開端 未來我們不斷的會持續在國樂上 台灣的音樂上做國際的交流 而且我們也在李代表的合作之下 也會將我們的戲曲帶到韓國去 我想透過文化的交流 會是最美麗的名片 也是會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那我們也期待有不同的MOU出現 其實台灣跟韓國兩個國家 我們有非常多的領域都有在合作 包括像是經濟上的等等 然後尤其韓國因為有韓流文化的關係 台灣的觀眾都非常的關心 那現在呢不只是韓流現在的文化之外呢 我們這次的交流也給各位展現了 就是傳統音樂的一個交流的可能性 我們希望不只是演奏而已 以後可以有更多的表演啊 更多的像是戲曲上面等等的合作 台灣與韓國兩地的國樂 隨著歷史長河與地域差異 既一脈相承又多元演變 發展出多彩多姿 又獨特的技法與曲風 將透過韓國音樂風情 毫無保留的呈現 所以我們今天表演有使用到俄虎跟西琴嘛對不對 那俄虎跟西琴他們兩個真的是長得非常相似 他們的弦的數量也是一樣 可是如果仔細去聽他們的音色的話 你會發現啊 就是韓國的西琴它的音色是比較屬於音的 然後台灣的俄虎就是比較陽的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它會比較明亮一點 包括像是韓國的臂力跟台灣的管子也是一樣 雖然長得非常相似 可是台灣的樂器它的那個聲音就是會比較大 比較明亮 我們台灣的管子跟韓國的臂力其實真的長得非常像 它不管是長相 或者是它其實整個樂器的節奏都很相似 那可是我們實際上還是在兩個不同的國家發展下來的音樂嘛 所以呢它雖然很相似 但它還是會有一些差異的地方 比方說像是管子它的聲音其實會更強烈 然後其實它的音域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臂力的話呢它會比較柔軟 而且它會比較低音 在他們練習的時候啊 就是互相這樣子學習 也有發現說除了本身樂器的差異之外 台灣跟韓國就是在吹那個樂器的方法 然後還有它的演奏的方法呢 其實也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對金正老師介紹的是 西琴跟二胡的不一樣 然後這兩個樂器是當時的誕生可能是差不多 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它有所不同 尤其是在就是製造樂器的材料 然後以及它的就是演奏的方法的話 已經有一些不一樣了 像是那個韓國的西琴呢 他們其實到現在都還是用一些比較傳統的方式在製作 比方說他們是用那個蠶絲之類的製作 然後可是台灣的二胡呢 它可能會用一些就是金屬的那樣子的弦線 然後所以這也就造成他們兩邊的音色會不一樣 韓國音樂風琴音樂會12月8號12月9號 在台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演出 12月8號為韓國國立國樂院專場 12月9號由韓國國立國樂院藝術總監全新澤指揮兩團同台共演 帶來國際交流的壓軸演出 邀請樂迷們欣賞韓國音樂的迷人魅力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11月6號 11月8號 12月9號 11月190號 12月8號 12月101 12月8號 12月10月10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